今天台股大跌322點 跌幅非常的慘烈 大盤跌到將近2500點 來我們看一下 今天大跌322點 為什麼會跌成這個樣子 今天如果你去買旗子的多單 當天就把你追腳 不能買 懂意思嗎 你不要看開盤跌100多點 你如果去追是完蛋 為什麼今天不能買 來我們看一下 今天其實跌掉359 從開盤跳空跌100多點 到這裡最低點 這一段又跌掉306 很多人今天去追多單 你發現你都是錯的 但你追的是不對的是豬頭 為什麼今天開盤跌100多點 還是不能追 來我們看一下 你看這個是沒有答案 你在股神系統就有了 今天打開股神系統 F5的畫面你就看到 原來今天是空方盤 你去追多單是絕對不行的 加上股神系統的一個格局 來我們看一下台子期 今天我們發現昨天就出現賣出訊號 今天從開盤出現賣出訊號 到收盤三線都在空方 這是台子期對不對 我們再看另外一個電子期 也是一樣 從昨天的盤中一個 兩個三個四個 總共這兩天出現四個賣出訊號 一樣通通在空方 所以你追進去也是一樣 死路一條 最嚴重的是金融期 金融期頭這邊 今天很多人看到美國的房貸 嚇一跳 可能台灣的金融股會受到影響 那你看看昨天的金融期有沒有跡象 有喔 你看昨天對不對 這條線今天嘛 那你看昨天來特寫 昨天已經出現一個 兩個三個四個賣出訊號 看懂嗎 昨天就已經出現四個賣出訊號 今天開盤再出現第五個賣出訊號 往下看 烏漆罵黑 所以你去追四大旗子你發現都錯了 今天很多人追旗子多單也是錯了 但你去追旗子多單那更不用講 絕對是死路一條 你發現帶你去追都錯的離譜 絕對不能追 打死不能追對不對 追的很簡單 為什麼很多人去追 帶你去追投資朋友 原來是大豬頭 空方轉空的帶你去追多單都是豬頭 當然豬頭會喊很多投資朋友斷頭 我們看這一波大盤跌掉將近2500點了 到了今天跌到這裡 很多人很傷心 很悲觀 很絕望 為什麼 就像你在520最高點的時候 你非常的樂觀 非常的有信心 全部手資金的把它加碼上去 一樣的是的觀念 來 今天很悲觀了對不對 為什麼 就像你在這邊很樂觀一樣 當你在520很樂觀 很積極 全部進場的時候你發現錯了 這是一個天大的錯 這樣一跌下來很多散戶被斷頭了 你看融資的減肥就知道 已經減掉735億了 你看這個跌幅真的是很慘烈 很多人都被斷頭出場了對不對 所以在回想這一段 頭這邊多少人 在520的時候看多看萬點 沿路攤平加碼買多看多做多 最後的下場真的是慘不忍睹 有沒有 有啊 你看這一段就是了 這不是很多人在這邊看多萬點嗎 那請問投資朋友是誰這樣做的 是誰害死你的 是誰把你害得這麼慘的 今天跌得這麼深的 你跌掉了2500點了 請問是誰把你害得這麼慘的 很簡單 在這裡看多的人 有沒有 在520看萬點的人 所以你再回想一下 520當時的情緒 當時市場的氣氛 好奇蹟 好快樂 很勇敢 財政部長說上看2萬點 最後發現是一場這個夢 很多人都夢碎了 很多人都已經套牢重傷了 不曉得怎麼辦對不對 為什麼 因為很多人看萬點 520的時候幾乎全市場 幾乎全市場都是看萬點 在520看空了 只有我一個人 很奇怪 不曉得為什麼 很多人都看報紙 看很多媒體的報導 看很多專家分析 哇 台股萬點 閉一下眼睛就到了 結果閉一下已經變成7000點 對 所以想想看誰把你害死了 就是520看多 沿路 講多做多買多 沿路買沿路買 最後讓會員慘賠斷頭 家破人亡 對不對 你再回想一下這一段 哇 天啊 這段市場真的是很慘 那你想想看誰做對了 全市場就是我一個人做對 當市場在520最興奮的時候 全市場只有我一個人看空 說真的我當時非常的寂寞 非常的有壓力 沒有人跟我看法一樣 那大家會覺得 奇怪你怎麼這樣的判斷 在520最高點 真的嗎 520我在做什麼 為什麼在這裡我沒有看多 全市場都看多 我沒有看多 因為股神系統告訴我 這個地方不是買點 最高點在這裡 520的時候 這圖卡就是520的 520的圖卡有沒有 原來高檔出現賣出訊號了 所以大盤在最高點520的時候 全市場都看多的時候 他這邊賣掉所有的股票 反鎖做空 真的嗎 來當時的資料都還在 5月20號大盤最高點有沒有 我開始放空 多單出廠有沒有 貨率出廠入袋為安有沒有 開始放空股票了 開始空台肥 這是特別會員 來普通會員 賣光光了一檔都沒有了 一支都沒有 5月20號 大盤在最高點最興奮的時候 我什麼股票都沒有了 有沒有 這普通會員特別會員 開始賣掉股票 廣宇獲利出廠入袋為安 最高點 反手放空開始空台肥了 5月20號 投資朋友 哇真的太棒了 不是在5月20號嗎 大盤最高點的時候嗎 你最興奮的時候 對啊 我賣掉所有的股票 反手放空下來 全市場唯一的 100分的操作 從5月20賣掉所有的股票 反手放空 大賺一條牛 很多人說一條牛到底什麼意思 一條牛就代表非常非常非常的多 賺的非常非常的多 很多人做股票都是剛好相反的 贏的時候贏一隻老鼠 賺一塊錢就跑了 輸的時候爆的20塊30塊100塊一直爆 輸的時候輸一條牛 贏的時候賺一隻老鼠 賺一隻螞蟻 這都是錯的 懂意思嗎 你有辦法賺一條牛嗎 沒有對不對 我真的有做到 來在這裡 520一路給它空下來 總共空了股票36次 賺561塊 每塊錢就代表1000 每檔都贏百花百中 這張圖卡是7月1號講的 投資朋友沒有錯 從520到7月1號 我沒有買進任何的股票 只有反手放空 空了36次 獲利回補 每檔都贏百花百中 賺561塊 大賺一條牛 投資朋友 所以當一波行情跌下來之後 大家發現都受傷了 這個也受傷 那個也受傷 全市場都受傷了 這時候你更會覺得贏家的珍貴 我們說醉過方之酒濃 你們就覺得這酒怎麼這麼濃 一喝就醉了 愛過方之情濃 你愛過 原來我們對這個女孩子的感情這麼深厚 你沒有愛過你怎麼知道 你沒有醉過你怎麼知道這個酒 我這麼濃 一口就醉了 對不對 沒有一波大跌行情 你怎麼會發現 這贏家是多麼的珍貴 市場贏家永遠只有一個 投資朋友在這裡 這不是你要追隨的嗎 對啊 當然很多人看到這個都不敢相信 老師你看我今天還厲害 你看這個頻道就好了 我今天第一次接這個頻道 這個頻道平常是我們一般頻道 大概要四倍的費用 大家都退光光了不敢做了 費用太高了 公司特別派我來 來這邊解救很多的投資朋友 真的贏家才能夠幫助輸家 強者才能幫助弱者 投資朋友如果你這一波做得亂七八糟 被斷頭出場了 投資朋友你是不是覺得很珍貴 你能夠找到一個可以幫助你的人 非常的珍貴 就像生了一場大病 就像我們前一陣在得肠病毒 到現在台灣沒有肠病毒的特效藥 那如果有這個特效藥一吃 就可以預防肠病毒 那看這個藥多好 大家都想要 因為現在沒有這個藥 投資朋友就像這一波 疊下來很多人都受傷了 找不到哪一個人贏 這時候你真的找到一個贏家 非常非常的珍貴 那請問贏家在哪裡 就在這裡 不是嗎 這樣不算贏家嗎 這是第一名 全市場得一名 當然很多人說 老師這不是真的嗎 會不會騙人 到底真的假的 每個老師都把說他對 那很簡單 你看有沒有講這一張 5月20號到7月1號 大盤重挫約2000點 這一段期間我沒有買進任何一檔股票 沒有買進任何一檔股票 當然不能說從520把股票爆下來也不行 也沒有任何一檔股票套牢獲賠錢 簽名在這裡 你今天是我的會員 我在那邊吹你 我騙人 明明從520一直買買買買買 到後來被斷頭了 這段期間 從5月20號到7月1號 重挫2000點 如果帶你去買任何一檔股票 讓你賠錢套牢 你可以打電話去申訴 你打電話過去 一查證我有 我在某月某天 就在5月20號到7月1號 這段期間裡面我買了一檔股票 讓你賠錢了 結果我說我沒有 我在這邊吹你我騙人 那很簡單 電話打去 馬上停牌三個月 這不能開玩笑 我有就有 沒有就沒有 這不能開玩笑 有 我絕對有 我才敢講 這不是你要找的嗎 這段期間真的有賺這麼多嗎 沒有錯 不然我怎麼敢講 怎麼敢簽名 真的有賺561塊嗎 1塊錢就是1000耶 那請問到底做什麼股票 為什麼可以賺一頭牛回來 台北啊 空台北啊 你看多有肉 對不對 真的漂亮喔 這最高點耶 不是嗎 投資朋友不是跟你說撞掉了 有沒有 有啊 但是你看不懂你就不敢做啊 對啊 最高點耶 投資朋友你看這樣多有肉啊 對不對 空下來可以賺多少 我這檔股票總共空了10次 10次喔 不是一次喔 10遍喔 弄中空了10次喔 5遍 3遍 後來又空了2次 光這8遍就有178塊了 哇 你看多完美 什麼叫操作 什麼叫賺一頭牛 真正賺一頭牛 還有空什麼 就是空宏達電 你看這多有肉啊 但是你看不懂你就不敢做啊 對不對 來 真的嗎 有啊 在這裡啊 這最高點嗎 對啊 給它空下來 為什麼 轉空了跟台北一樣嘛 來 哇 多棒啊 那請問這樣給它空下來 最高點給它空下來 這樣可以賺多少 來 渡卡在這裡 288塊 1塊錢就是1000喔 每檔每次都演百花百中 空了4次 所以最後你發現很簡單啊 光這個就288就一半啊 所以你再發現這一段這哪有什麼 沒有錯啊 真的是大賺一條牛啊 有啊 真的大賺一條牛啊 賺561塊哪有什麼 這太簡單了 對不對 台北就178了 宏達電就288了 這哪有什麼 但是投資朋友反想想看是 你是這樣做的嗎 不是 都是沿路買買買 最後呢套牢斷頭了 傷得很重了 對不對 來 你想想看你這一段怎麼做 你沿路買你就完了 你絕對是死路一跳 這叫什麼 叫空方 對不對 那你在多頭做多當然可以 你在空頭做多 這叫什麼 大盤在回檔的時候你在接 趨勢轉空了 你在接 這叫什麼 叫逆勢操作 逆勢操作 沒死也就當胸 沒有死也會受重傷 你看2300點跌下來多少人斷頭了 多少人這個退出市場了 多少人已經重傷了 很可惜 這傷還不是傷的很普通 一手斷 手斷腳斷一大堆 融資追腳了 到這邊為什麼 逆勢操作 肥死即傷 真的有人死嗎 說真的看到死實在是 今天看這個報紙是很難過 真的有人去跳海的 跳這個烏山投水庫 今天蘋果日報登出來了 有沒有 投水死亡 就跳烏山投水庫 看到這個說真的 看來是心裡難過 但是真的沒有錯 真的你買錯股票 真的有人會想不開 沒死也就當胸 真的有人去跳烏山投水庫 當然看了這個人是 看了心裡也是很難過 但是為什麼會這樣 也不用問為什麼 每一波都會 當行情大跌很多人就想不開 就會受傷 甚至去做很多傻事了 為什麼 因為你跟錯人 市場永遠都是這樣 有沒有 所以很多人就想不開了 有沒有受重傷的 有 你看這不是張飛嗎 對啊 主持天王 天王購物天后立經 對不對 他賠了多少 3000萬 他賠了多少 1500萬 這叫什麼 中黨兄 重傷 重傷 不是嗎 為什麼 逆事操作 投資朋友 我相信這一波很多投資朋友都是這樣 他們受傷你也應該差不多 而且是傷得很重 這一波幾乎沒有一個人逃得過的 除了我的會員之外 每個都是傷得非常重的 那更不要講說你賺錢 幾乎是不可能了 對不對 為什麼 當然傷還不傷得很普通 我說是重傷對不對 很多人就想奇怪 你操作怎麼每次贏都是贏一隻老鼠 贏一隻蟑螂 贏一隻螞蟻 那為什麼每次輸都輸一條牛 很可惜 投資朋友 很多人做股票從100塊開始包 包到80 70 60 50 包到30 賠掉七成了 這叫什麼 輸掉一頭牛 賺錢一塊錢就跑了 贏一隻老鼠 贏一隻蟑螂 輸掉一條牛 那你為什麼沒有贏一條牛 跟我一樣你可以賺一條牛 你有曾經賺一條牛嗎 沒有 對不對 都是輸一隻牛 贏一隻老鼠 那如果長期以來你怎麼可能賺錢 你每次都輸很多 贏一點點 不可能賺錢的 你應該這樣大賺一條牛才對 跟我會員一樣這樣才對 只可惜大家都沒有這樣做 所以真的這一波我看了實在是很傷心 看了實在很難過 這一波太多人都受重傷了 很可惜 投資朋友當然因為這樣 你更會感覺到贏家的珍貴 贏家實在太少了 太難得了 對不對 在哪裡 就在這裡 我們今天有一個新的會員 他問我說 最近的古王爭霸戰 大盤跌那麼深 古王還在爭霸 那到底是宏達電還是金華哪一個比較好 古王爭霸戰這兩檔 到底哪一檔好 我跟他說兩檔都不好 宏達電就是我放空的 怎麼會好 不轉空 還沒有翻多 原來這麼多空方訊號 一個 兩個 三個 四個 難怪他會跌下來 有沒有 我可以跟你講 趕快賣 跌得跟豬頭一樣 這一段我們就賺288塊了 所以我們看一下這種股票 空方那怎麼會好 很顯然這種股票不能買 你賣你就錯了 對不對 今天儲存也沒有用 也沒有行情 另外一檔叫金華 金華酒店 天哪 投資朋友 這不是摔得跟豬頭一樣了嗎 從738跌到485了 你看跌多深了 為什麼會去買這種股票 這種股票很顯然是不能買 當然很多人看到跌下來就知道不能買 但問題你在高檔知道嗎 投資朋友有沒有人告訴你 有沒有人告訴你轉空 你不曉得轉空很久了 當然你會說老師你是馬後炮 我絕對不是馬後炮 我早在一個月前 今天就在非凡商業週刊寫 你千萬不要去追金華了 真的嗎 這是一個月前的 575期的 來上來有沒有 575期的非凡商業週刊 就在6月15號下面有沒有 到現在大概一個月 今天7月15日 在一個月前我就跟大家講 夜次 這是我的投稿 夜次42頁有沒有 42頁誰寫的 特寫就是張雨明寫的 就是我本人寫的 跟你講什麼炒作籌碼戰 精華利多實現時就是股價最高的時候 來看一下內容 42頁 這邊有寫 這是我寫的 來一個月前就寫了有沒有 利多實現的時候就是股價最高的時候 為什麼 來特寫 以目前精華684塊的股價來看 本利比高達47倍 憑戒只是籌碼面的優勢 但是股價回歸基本面高點不遠 我早就跟你講 一個月前就跟你講 你不要追了 來這邊有寫 路客來台 很多人都看大路客來台 精華要多好 這個商機是有待商榷的 我早就跟你講了 有沒有 精華享有路客觀光客來台的這個利益 其實是期待保留跟觀察的 我不看好 一個月前就跟你講了 真的跌下來了 為什麼 因為股神系統告訴我的 所以我就知道 在一個月前我就跟你講精華不能追 你看今天的股價 跌得跟豬頭一樣了 慘不忍睹了 那你去買精華不是死路一條嗎 一個月前我就告訴你 為什麼 你已經告訴我了 當你看完這個題材 另外一個題材是什麼 營建股 很多人說大陸客要來錢 來炒台灣的股票 炒台灣的房地產 這不是營建股嗎 投資朋友轉空多久了 高檔早就出現賣出去 早就聰明了 有啊 這是6月有沒有 在5月20左右 5月20左右就聰明了 所以你看你最近去買營建股不是死路一條嗎 有沒有 那你會說老師你有沒有講 有 你看這張圖卡有沒有 5月19大盤最高點的前一天 我跟你講 你千萬不要追了 股價往上攻股線拉不起來了 你千萬不要追 哇天啊跌得跟豬頭一樣了 當你看到營建股跌成這個樣子 所有營建股票都一樣 沒有一檔好的 天啊你去買這個不是死路一條嗎 你怎麼會有活路呢 最高點附近5月20日紅樸 哇股價最高點附近 聰明了嘛來特寫 一個兩個三個賣出去 有沒有往下看 轉空了嘛 但是你不知道啊 你買上去最後呢 投資朋友要做什麼放空 5月20日要放空不是買多 你看懂嗎紅樸 天啊慘不忍睹 真的是慘不忍睹 這種股票太多了 例子講不完 黃翔這個也是有沒有 這不是聰明了嗎 掛掉了嘛對不對 做什麼5月20日 你在最多單的時候再放空 有沒有 哇天啊 就看跌成跟豬頭一樣 有沒有香菱 94塊有沒有 一個兩個三個賣出去 這不是轉空了嗎 今天還有還有90幾塊嗎 還有100塊嗎 跌破50了腰斬了 投資朋友 所以當你看完這些股票 你再回想一下 這些股票是不是你買的 包含所有的股票都一樣 你如果買錯 那個代價實在太大了 投資朋友你這波做對嗎 你是不是希望能夠反敗為勝 但是誰能幫助你 贏家才能幫助你 當大跌一波之後 你會發現 贏家太珍貴了 贏家太難找了 在哪裡就在這裡 投資朋友 我希望能夠幫助更多 有緣有福氣的投資朋友 歡迎你把電話打通 我們進一段廣告再回到現場 一直給我愛我 永遠都相愛你 永遠都不想你 緊張你 新甲蟬以五 新甲蟬帶 是實在 全通投顾 值得脱迫 02-2781-3900 Mark, please come to the front of the classroom now. It's time to give your report. Okay, go ahead, Mark. My dad says the more and more people on Earth will need more houses and cars. Gatling and trees will disappear fast. In order to protect our Earth, we will need to ride bicycles and plantings. This is the world I know. Aren't your dad an explorer? No. My dad is a cloud manager for Allianz. 用基金看见美丽世界 得胜安联投信 得胜安联绿能趋势 带您看见美丽世界 定期定额优惠中 米其林轮胎 让你跑再远也没问题 持久耐磨米其林 Michelin A better way forward 买四条米其林轮胎 送独家限量随身碟 Open奖三岁了 和你在一起 这是最开心的时光 阿嬷常说 我们做地人是靠天宫白 还有我们的胳膊在吃饭 每当骨头神仙 跟着火车来到山上 这是我们正在来 最要紧的事情 有啊 人仙仙也叫我们吃这个 原来就叫做骨头神仙 看见阿嬷又这么勇敢 我终于了解 维谷力就是我们的骨头神仙 一世人油耗力的观似 维谷力 欢迎回到现场 大盘这一波冲520 将近跌了2500点 市场这个受伤的情形 非常的可怕 也非常的严重 投资朋友再回想一下 当市场跌那么深了 这深不深 当然深啊 你看跌到快2500点了 你这时候更会感觉到 如果这个时候 你可以找到一个 真正可以帮助你的人 哇那是太珍贵了 只可惜市场 目前能够帮助你的人太少了 你可能只有找到一个而已 来想一想 这一段你怎么操作 很多人都是怎么做 投资朋友 沿路买多加多 加码摊平 最后呢 最后面临断头追缴命运 这叫什么 跌势 那跌势你买多单 投资朋友叫逆势操作 逆势操作非死即伤 当然最主要的关键是 你在520在做什么 520如果你买进去 投资朋友沿路买进去 买到最高点 这个遗憾就太大了 最后就要面临断头追缴命运 这太可怕了 投资朋友 当然沿路这样买下来 只有很多人受重伤了 有没有 有啊 你看这不是一赔就3000万吗 大明星张飞 购物天后一赔就是1500万 这太可怕了 当然也有更严重 我们说非死即伤 今天报纸竟然登售 有人去跳乌山头水库 有啊 你看这苹果日报登出来了 所以我们看来在心里很难过 但是没办法 股票市场就是一个战场 你知道做错的 那个代价实在太惨重了 太可怕了 所以你到这个地方来 一定要很谨慎很小心 那如果你没有本事到这个地方来 说真的 你到最后一定会留个很大的遗憾 这就是例子 我们看到这个是很难过 但是我们也是个警惕 对不对 想想看 当然有很多人发现这一波 你高档买了沿路买下来都没有跑 都没有天大的错 输呢 输一条牛了 从50到很多人一赔 从100块买买买到20块30块了 一赔就输一条牛 对不对 奇怪为什么都输都输一条牛 那赢钱的时候赢一块就跑了 赢都赢一只老鼠 赢一只蟑螂赢一只蚂蚁 一输都输一条牛 投资没有你都永远都这样做 但是股票市场就是这样 散路都这样做 很多老师跟散路有什么差别 也是这样啊 最后你发现赢的时候赢一点点 老鼠 蚂蚁 最后呢输呢 一直抱着不卖 赢掉一条牛了 投资没有这样对吗 这当然是不对的 应该怎么做 应该赢一条牛回来才对啊 有没有 在这里啊 随便就是一条牛 288块 一块钱是1000 投资没有28万 28万可以买几头牛 买很多头了 你应该这样做才对啊 但是你有这样做吗 没有对不对 那怎么样才可以做到 很简单 那其实在520 大盘最高点的时候 卖掉所有的股票 为什么 转空了嘛 520 5月20号 卖掉所有的股票 一档都不能留 我就这样做 在520大盘最高点的时候 获利出场入贷为安 股票已经没有了 开始放空了 就是因为这样做 你就会赚到一条牛 真的吗 有啊 你看这不是赚到一条牛了吗 那一条牛到底是多少 你自己看 561块 1块钱就是1000了 真的了不起 7月1号讲了 真的是赚一条牛 很多人都不相信 因为实在太神奇了 好像没有人做得到 有啊 我就做得到 我经常都做得到 来 再签个名 从520到7月1号 大盘重挫2000点 这段期间 我没有买一件任何一档股票 也没有任何一档股票 踏老后赔钱 不用怀 我都签那么多次名了 头这边问题 你有这样做吗 这是不是你要的 对啊 你的老师如果今天敢在电视上 跟你这样讲 这样写 哇 你看你多快乐 问题你老师敢不敢 不敢 为什么 他都套牢怎么敢 都面临断头 他怎么敢这样讲 不敢 那全场只有我敢 头这边你的老师到现在做什么 每天喊多 从520就喊 不是今天 每天都喊 从520一直喊 每天喊每天喊 喊到这里还在喊 跌2500点还在喊多 头这边 你的老师都把你当做王永庆 问题你有这么多钱可以买吗 不可能你这样买王永庆也倒 不可能对不对 头这边有这不对的 所以如果沿路跟你喊多的 请你不要来讲 笑死人 你会员都断头还喊什么多 哪有钱买 叫他白姐七八十七了就好了 每天喊喊喊到什么时候 会员都死光了还在喊 这不对 我觉得这非常的不对 头这边有 让我们看看 这个地方要做什么 很多人很悲观我知道 这地方不是悲观的时候 现在要找好的股票来进场 520我跟你讲不要买 现在我跟你讲你要找好的股票来进场 好的股票不要乱买 有吗 有啊 我不是跟你讲了吗 广宇这边150 这边四几块你不敢买 你这边买一张 这边可以买快四张 那这里一年的最低点你不敢买 有啊 7月2号我就跟你讲了 有没有42块 不是吗 来你看有没有涨起来 真的会涨 头这边真的会涨 会涨停板 有没有 你最近是不是股票都在赔 没有涨停板了对不对 有啊 你看我们是不是两只的 差一点供第三只的 从42块 哇天哪 头这边快50了 看到吗 这样是不是一段获利 你看你不要小看这一段 将近两层的空间 20%了 这很有肉 你不要小看 头这边问题你找不到这个点 你也没有方法 既然没有 头这边你怎么可能赚钱 对啊 头这边最高点附近 先获利出场一遍 拉回之后我还会再进场 但是很多人不是这样 50块才要追 这个也不对 所以股票操作是一个很绝妙的东西 来你看 手利啊 这边买一张可以买四张 这不是一年最低点附近吗 对啊 那你为什么不敢买呢 会不会涨停板 会员他不是供涨停板给你看吗 对不对 头这边 第三根了 有啊 昨天不是供第三根涨停了吗 所以股票操作就这么微妙 头这边谁可以帮助你 赢家才可以帮助你 赢家才能够帮助输家 强者才能够帮助弱者 欢迎电话打通 加入我们赚钱的行列 我们进到这里 明天再见